嘿,大家好,我叫麦可元,我是wasm edge的maintainer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CubeCon中国,跟大家能够做这个交流 大家可以看见我的背景 我可能住在酒店里,录这段视频 然后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能够跟大家当面交流吧 好,那我们这个talk呢,其实主要想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就开源项目,叫做wasm edge,就是web assembly under edge 是一个CNCF,今年进入CNCF sandbox的项目 所以我们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做一个cloud native的web assembly runtime 就是说做一个云原生的cloud native的执行环境 那都讲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主要就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大概主要讲几点,第一点就是什么是web assembly 因为web assembly在云原生这个context里面是怎么用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清晰 所以说我们会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件事 然后再介绍一下wasm edge这个项目的 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就是为什么这个项目是怎么来的 它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下面呢,会讲一些web assembly 云原生wasm edge的应用 我们现在有些什么应用实力 可以在那些公司,在那些场景里面有落地的场景 然后最后呢,我们对这个里面有兴趣的朋友 我想就今天在做的,对吧 我们会有一个快速入门,就是讲讲怎么 怎么尽快的开始鞋代码 怎么在用wasm edge上面写应用 或者参与到wasm edge的开源社区里面来 那我们是怎么看web assembly web assembly我们认为,它是新一代的容器技术 这个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有点惊讶 web assembly不是在浏览器里面运行游戏的吗 就是最近不是photoshop,dobie photoshop dobie photoshop已经可以在浏览器里运行了 那具体就是web assembly的技术 因为他把photoshop本来是用c元写的 他的c元全部编音成web assembly了 就能在浏览器里面运行了,对吧 但其实早在2019年,这是疫情以前的事了 就是Solomon Hacks是Docker的创始人 Docker的Funding CEO 就是在容器里面运行的大牛吧 他说wasm edge was existing in 2008 we wouldn't have needed to create Docker that's how important it is web assembly on the server is the future of computing 对吧,他说web assembly如果早就存在的话 我就不发明Docker了 所以说其实把web assembly当作一个容器技术来进行应用 其实一直是 这行业里面是有这个想法的 而且其实这也是 我们这个项目在2019年成立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也是inspired吧 他的这个说法 所以这个是 所以他这个推特我经常用的 那我们做了一个infinite graph 我觉得这个我们再会后可以给大家发一下 就是说web assembly的Docker之间的比较 到底是应该怎么看这两个技术之间的异同呢 我在这上面的字可能稍微有点小 不过我就稍微念一下 对,那就是说 这是Fastlay这家公司的CTO说的 他说Docker这个东西是在模拟一个室友的操作系统 就是说我在一个操作系统上 模拟了一个给你个人 是给用户一个用户 给每个用户都模拟出一个室友的操作系统来 就好像每个用户都有root一样 所以Docker是干这件事情 这是所谓应用容器的说法 对吧 这就是在Linux操作系统上面 模拟了一个sealed Linux出来 而web assembly不一样 web assembly就是在Linux操作系统上面 模拟了一个进程出来 就是说它是在一个进程里面进行运行的 它有进程里面所有的资源 所以说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fundamental difference 那因为有这个difference 所以说web assembly跟Docker比起来 其实主要有两大好处 第一大就是它的性能特别好 它的性能 就Docker其实性能也算是不错的 Docker跟真正的hypervisor虚拟机 比起来Docker的性能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web assembly无论在启动性能和在运行性能 都可以比Docker再能上一个台阶 尤其在能启动的时候 可以比Docker快100倍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不用启里面的所谓 模拟操作系统的那一套 也不用在里面启语言的框架 也不用在里面启就是说是 就是in general 比如说你要在Docker里面运行一段 Nodejs的程序 你应该这么办的 你基本上你要先起Docker Docker起了之后 要起所谓的Gest Linux 再在里面起一个Linux的系统 然后再在上面起Nodejs 再在上面起Web 然后最后运行一段 JavaScript代码 那段代码也许只有20行 然后运行完了之后 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下档 这是在典型的 云原生应用场景里面 只能用Docker去干点事 但如果用WebThumbly的话 All you need to do 就是把WebThumbly切起来 然后运行一段JavaScript解锁 对吧 所以说它的启动时间 跟运行速度都比 就说 都能够比像Docker这样的容金 快很多 然后呢 它可以 但是 它可以在 达到所谓的粗列 Cross Platform 或者处理Portable 因为Docker这东西 其实 并不能Portable 就是说是 因为你看 我们知道 如果下面CPU不一样的话 你要用不同的DockerImage 下面如果要用GPU的话 你要用Vida的DockerImage 所以Docker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packaging format 它其实并没有达到以前 比如说Java讲的 这种跨平台的能力 但是WebThumbly 就可以达到跨平台的能力 它可以 把下面的操作系统 和操作系统下面的硬件圈 全部都抽象出来 所以说对于开发者来说 只需要编译到WebThumbly 就可以了 那同时呢 WebThumbly 它有支持多种语言 就是它所谓的GestApp 就是说我用什么语言 写的application 可以编译成WebThumbly 这也能够 对WebThumbly 来说 几乎所有的编译性语言 它都能支持 就是什么CC++ Rust GoSwift Costing 这样的语言都行 然后我们在里面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扩展 是把JavaScript和Python 也做进去了 然后 我知道Microsoft 现在在做Dotnet 所以这个Ecosystem 现在是在右手里的 所以说它在这点上 跟Docker有点像 就是Docker也是 所有的语言 框架运行的程序 它都能运行 WebThumbly也可以 但WebThumbly 在这一点上 比JVM 进了一大步 跟WebThumbly 另外一个可以比的 就是多年以前的JVM 或者今天也在用的JVM 对吧 但是JVM前面指示 是Java和Java Family的语言 因为它对 语言是怎么管理内存的 做了一定的 做了一定的假设 对吧 WebThumbly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是Polygot 就是它可以支持 在各种各样语言的 Application都可以 变形成WebThumbly 同时 在Safety Security 跟Isolation里面 WebThumbly也比Docker做得好 Docker是一个 发明的时候 就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 它并不是以安全性跟隔离性为主导的 但是WebThumbly 其实一开始 就是希望在浏览器里面 能够运行CC++的代码 而不把浏览器 crash掉 对吧 所以它对隔离性 其实从 对隔离性和安全性 从一开始就是有设计 对吧 然后当然Docker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今天就是它的 management and orchestration的生态 就是Kubernetes 所以我们在这开Qcon 对吧 那就是因为 就是在Docker上面的 Docker本向的management的生态 非常非常大 那在这个里面 就是一般的VM 或者一般的 包括JVM 包括VA8 之类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跟Docker竞争 因为 所以也就造成了今天 比如说你要运行个Java application 或者运行一个Java script application 是把JVM放在Docker里面运行 是把V8放在Docker里面运行 是把V8放在Docker里面运行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把它调动起来 才能进行支援的分配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 Web Assembly 在这一块 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原原生的Round Time 在用 所以在当作一个原原生的Round Time 在manage 所以说在最近 我很高兴的report 那就是 因为我们这样的项目 和CNCF里面 其他项目的共同努力 现在Web Assembly的支持 在Kubernetes这个生态里面 现在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这儿 在KubeCon 给这个Talk的原因 那在 两个月前 北美的KubeCon 在洛杉矶 我们专门有一天 是叫做 You know Cloud Native Awesome Day 就是专门有一天的Talk 是讲 Web Assembly 在 云原生 在Kubernetes这个Ecosystem里面 是怎么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个里面 我们的公众号上 其实有 有我当时讲的 翻译的中文 和 其他人讲的 和我写的Summary 然后还有其他人的 讲话的VDU 其实在那里面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公众号上 可以到我们公众号上去看 好的 那我们就 Summarize 一下 刚刚讲了Docker跟Web 其实在很多方面 是可以比的 但是有些方面又不能比 就说是 各有长处 就是Web Assembly的性能 它比Docker能够快一百倍 能够轻一百倍 就说是它的 它的大小 就是它的性能 和它的安全性 它的memory footprint 都比Docker很多 但是它对开发者 易用程度上来讲 比Docker 因为Docker就给你操作系统 你以为爱用什么 就可以用什么 这是为什么 它的footprint 这么大的原因 但是Web Assembly 需要你用 就是Web Assembly的编译器 把C++ Rust 这样的语言 或者JavaScript Python 给编译成Web Assembly 然后之后才能用 所以说对于开发者来说 需要多走一步 需要用它的工具链 对吧 但对于Docker来说 这个东西比较简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个生态在下面 既然说两个都能被 Kubernetes和 这套生态 I基金管理 我们觉得下面的 大概率的情况 是这两个东西 会同时存在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 看见的情况 就是说 因为在Kubernetes 这个生态里面 是分层的 对吧 它最下面的是所谓的容器 container runtime 在上面 是所谓 low level 低层的 runtime 这就叫什么 crun runc gwizer 这种东西 就是直接能够起container 然后能够 能够执行container 里面的内容 对吧 然后在这上面呢 还有一层叫做cri runtime 就是说是 这个runtime 是提供了 就是container repository management 就是到哪去拿到 到哪去拿到 到哪去拿到 container image 咱们跟Kubernetes是接口 这套东西放在cri里面 这样的项目 比如说是container d crio 还有Dark自己 这种对吧 再往上呢 是kubernetes kubernetes 种类就很多了 对吧 就是说是它不只有kbias 还有k3s 还有create 就说是很多变种 他们下面都通过cri去接 cri runtime cri runtime 去接low level runtime 然后low level runtime 去起这个image 对吧 然后这个绿颜色的东西 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通的工具链 就是生态链 就生态链 对吧 发现 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在最底下 我们的container image 可以是Darker的Linux Linux image 也可以是web-sumulated image 然后现在呢 我们跟cri runtime合作 就是cri runtime的开发者 已经把wasm edge的支持 officially merge 到他们的upstream里面去了 所以在cri runtime里面 看到一个image 从Darker Hub里面下来一个image 他可以知道 这image里面到底是Linux 还是web-sumulated 如果是web-sumulated 如果是web-sumulated的话 他就起web-sumulated 去指引他 因为cri runtime支持了这个 在上面支持cri runtime的 比如说CIO 其实containerD也可以 然后KBIS 这一整套系统 就都可以用起来了 所以一旦在cri runtime里面 支持了的话 就一旦在low level runtime里面 支持了的话 整个cri runtime 就都可以把web-sumulated 用起来 所以我们看见的未来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container format 会有两种 一种是叫做Linux container 就今天的Darker上的用法 另外一种是 轻量级快速度的web-sumulated runtime 所以说他们 handle不同的用处 对吧 就是Darker container 会做比较long running 或者说工具性质的 对开发者比较友好的 就是今天的 放在Darker container里面 运行的application 但是web-sumulated runtime 会更适合去进行 比如说serverless function serverless函数 或者边缘计算 或者边缘设备 或者这种东西 对吧 所以说这 我们会发现在同一系统里面 会有两种image 会有两种container 他们在side by side 什么肩并肩的运行 各自进行不同的计算任务 根据业部的需求 各自会有不同的任务 对吧 所以说呢 再回到刚刚那个tweet 刚刚的tweet呢 其实在支持党 大部分人说Solomon Hacks 其实他在后面又发了好几个 这个呢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说 他说 所以他觉得自己说的不太对 因为他毕竟是Darker发明人 说那是web-sumulated 要取代Darker了 他说 他说 最后他还说no 对吧 但是imagine future Docker runs Linux containers Windows containers And Whatsapp containers side by side 这只是在当时 他说 他想推的是Darker Swamp 所以他认为Darker Swamp 会把下面东西都run起来 但事实上这件事没有发生 事实上是Kubernetes赢了 对吧 所以KBIS 我们今天来开KubeCon 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生态里面 我们终于可以实现Solomon Hacks 那里面之前的Vision 就是说 我们会run这些container side by side 其中一种是Wasm container 是做边缘计算 高性能计算 低footprint计算 的这样的任务 所以说 这是web-sumulated 和预言上的关系 那我们稍微再简单介绍一下Wasmage 这个项目 那Wasmage 这个项目呢 全名叫做Wasmage Runtime 其实它就是一个Runtime 就是一个web-sumulated runtime 这个是我们的Github repository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说是 这个community还是非常active 就里面有很多人在问问题 提issue 因为我们 就是跟很多项目有合作 因为我们是个Runtime 所以很多项目 其实要用到我们 大家如果有需求 或者说 想在这个项目里面 贡献 都欢迎到我们的 Github repository里面 来 就是说 跟我们讨论 跟我们engage 那Wasmage 那Wasmage Runtime 在市场上当然不止Wasmage 一个 对吧 那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大家所有的 今天我们大家说 人都是在用计算机 或者在用手机 看这个Talk 对吧 那我就可以 95%的说 你的手机里面 今天就已经支持了Wasmage 对吧 那就是因为所有的厂 所有的大厂 都把Wasmage做到浏览器里面 Wasmage 也有好几个 那Wasmage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当然 第一个就是 至少我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我们的benchmark 也支持这个 我们在TripleE Software上面 专门发表的篇文章 就是我们通过对AOT 编译器的优化和支持 我们现在是市场上最快的 Wasmage Runtime 然后第二个呢 就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支持JavaScript 因为JavaScript 大家知道不是一个编译型的语言 所以在WebAssembly 这样的轻量级虚拟机里面 支持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的 就是说 因为它需要 因为它有Runtime 需要去管理A存什么的 但是呢 我们通过 对JavaScriptRuntime的改造 我们现在已经在里面 能够支持比较好的 支持JavaScript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 好几个比较大的项目里面 能够应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然 大家在这儿现在也会问哪 那为什么你要让JavaScript 为什么直接用V8呢 你为什么要把JavaScript 放在WebAssembly里面运行呢 放在Wasmage里面运行呢 那其实原因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 V8这种JavaScriptRuntime 其实并不是为隔离 并不是为管理 并不是为 云原生成场景设计的 所以要用到它呢 你还得要把它放在Docker里面 然后再在外面 装一层 Node.js或者Deno 再装一层 Gest Linux 再整个一个东西放在Docker里面 去进行运行 对吧 其实是一个效率相当低的事 那 用WebAssembly来运行JavaScript 可以把效率提高很多 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就是效率 效率跟Footprint 在边缘计算里面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Quap 就我们在市场上 可能是Quap 用C Run 来支持它 来支持我们的Wasem Edge 然后能够用Gas的方法 对支援运行隔离 这个是一个区块链的想法 就是说 我与其告诉你 你的东西只能用一块CPU 能够用多少内存 Instead我告诉你 你能够用多少的CPU cycle 因为WebAssembly本身就是虚拟机 它知道里面的instruction有多少 所以说它可以知道 它可以知道exactly 它可以知道非常准确的 知道我们每个程序 消耗的计算资源有多少 所以我可以把这东西 计算成Gas 然后把它预先分配给 每个计算任务 或者每个容器 让它只能占有这么多资源 然后呢 网站面也今天有很多扩展 就是说在WebAssembly的标准之上 我们做了很多 就说是社区需要的扩展 或者客户需要的扩展 包括对网络的支持 包括对异部操作的支持 包括对TensorFlow 和GPU的支持 包括对数据库和存储的支持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WathomEdge跟K8s WathomEdge 因为我们是在 Kubernetes的Ecosystem 是CNCF的项目 所以我们跟K8s的集成度 是最好的 我们有一个 就是网页或者tutorial 这里面讲了 怎么把WathomEdge 装到Kubernetes的Ecosystem 里面一些事例 里面有代码 里面有GitHub Actions 把这些代码全 把他们跑通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刚才讲了 WathomEdge 跟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能够运行JavaScript 那它能够运行JavaScript 不只是它能够运行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轻量级快速的 V8T来运行JavaScript 而且因为它是 它里面还有 别忘了它里面还有其他的 WebAssembly的Extension 所以说 用户可以在 用其他语言 写WebAssembly的Module 然后把这些Module 集成到JavaScript里面来 比如说我在JavaScript里面 有一个API 或者一个 对象 或者一个Function 这个东西呢 在背后 不一定是要用JavaScript来实现 可以用Rust来实现 编译成WebAssembly放到WathomEdge里面 就能够高效地实现 JavaScript里面一些 比较 计算任务比较大的任务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在我们看来就叫 用Rust 这样的Infrastructure语言 去implementJavaScript 最近有篇很影响很大的文章 说 JavaScript的Future是Rust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意思 就是说 明天用Rust这样的高性能的系统语言 去implementJavaScript里面的Future JavaScript呢 只是用户要用到的一个语言 就跟今天Python的情况很像 对吧 今天Python大家用来做Machine Learning 其实大部分工作 都是下面的C个元的Library完成的 但是呢 因为Python提供一个很 用户对开发者来说很友好界面 所以说能够很快把这件事情给 就说是能够 自己一个很好的Combination 就对于用开发者来说 他觉得自己在用JavaScript和Python 但其实在背后 用的是Rust 中间的把他们连接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把他们连接起来的东西 是WasmEdge 是WebAssembly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1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 云原生 WasmEdge的应用 就是我们到底 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些东西 概念上听着还好 就能够做一种 轻量级快速的Docker替代 各种云云 对吧 但是他具体在哪些场景里面在用呢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所谓公有云的ServiceFast 我们刚讲的WebAssembly 就今天的ServiceFunction 基本都是用Docker或者MicroVM做的 那我刚就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效能非常低 就是非常容易用 但是效能非常低 比如就是一个为一个20行的JavaScript程序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Function ServiceFast 对吧 我在后端要起的事情 是我要先起Warchim 先起Docker 再起Gest Linux 再起Node.js 再起Viva 就一套东西 就为了让一个20行的代码 对吧 所以说呢 今天的ServerlessFast 其实有很多inefficiency 那我们在ServerlessFast 里面去用WebAssembly 上面呢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呢 就是不改它今天的架构 仍然在Docker里面运行 但Instead of在Docker里面运行 一个Gest OS加Node.js 再加Viva 我把这三个东西给combine成WebAssembly 就是说是 我还是在Docker里面运行 因为他们今天的架构是Docker 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去用WebAssembly 作为一种packaging format 去把里面的dependency 去把里面Cross Platform的issue 去把这些东西全部解决了 这样的话我就不 就说是那个 我的一个Docker image 就可以在 就可以加很多东西来运行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然后呢 我也有比Docker更高的安全隔离性 所以在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做法 就是在今天 我们的 就说是 已有的Cloud ecosystem 比如在AWS Lambda 在腾讯运行 Serverless 里面 这种东西里面 我们怎么把WebAssembly加进去 WebAssembly 也能够 Waterless magic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它就能够我们带来 就说是 在现有的系统上 能够有performance的提高 能够Footprint变得更好 更容易manage 但是呢 我们仍然认为 一个更好的方法 是直接把它跟Docker side by side运行 而不是把它在Docker里面运行 那就讲到下一个了 就是云圆 微服务的 云圆生微服务 就是说 在一个service mesh 这样的系统里面 比如说在Dapper 或者在蚂蚁金服的Mountain 或者在Apache的EventMesh 这样的系统里面 我们不用取Docker image 来做我们的微服务 而直接取WebAssembly runtime 来做我们的微服务 我刚才也讲了 为什么要用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正就可以达到 把Docker跟WebAssembly run side by side 它们运行不同性质的计算 不同性质的功能 好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用WebAssembly 在边缘设备和边缘网络上进行运行 对吧 那就是说用Cubernetes的 的变形 比如说CubeEdge SuperEdge OpenYout 这样的Runtime 它们下面通过CRL containerD 然后通过Zero 来运行WasmEdge的Application 所以说在这个 这个应用就变得更加广泛了 因为Edge Network有很多 尤其是随着5G的发展 对吧 有汽车 有工厂 各种各样的 Edge Network 其实都是需要一个 就是说 大家都想把云原生的这套理念 和这套管理方法 运行 放到这样的网络 和设备上面去 但是Docker太重 所以说 总是很难成功 或者说只能做Proof of Concept 很难做到生产环境里面去 但是WebAssembly 这件事情终于至少有了解决的方向 对吧 就是说能够把这些东西变成 足够轻足够快 能够把它运行到 别人设备和别人网络上来 但还有另外一个 用法 也是我们刚刚讲 就是所谓用WebAssembly 做嵌入式函数 这在SaaS里面特别有用 就是SaaS里面 今天大家都用API进行隔离 对吧 就是说我要去Customize一个SaaS 我怎么用呢 就我用它的API 但是API的玩意 一个是慢 第二个要用户自己有Server 然后也不安全 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安全检查 那在SaaS里面另外一个 我们觉得FarBetter的做法 就是所谓用Embedded Function 这个现在SaaS里面 用的越来越多 就是我直接给SaaS 上传一段代码 说运行我的程序的时候 你就运行这段代码 但是这就提出了一个挑战 就是要隔离 就是因为我写的代码 跟你写的代码 我不同的SaaS多租户的情况下 我互相代码 不能互相打架 那在这种情况下 Docker是一种解决方案 我知道有人用Docker在做 但是Docker 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种非常小的函数 每个函数要起个Docker 是效率非常低的做法 而且在架构上也非常复杂 所以说用WebAssembly 这样的轻量级安排 在SaaS里面去做迁入式函数 能够让用户以多种语言 以各种语言 包括JavaScript 写自己的程序 写自己的程序 来Customize SaaS的Behaviour 在SaaS里面 我们也觉得会有广泛的用处 所以说这个是 大家用WaterMage 在Cloud Native Computing里面的几种Use Case 另外一个跟SaaS很有关系 也是做迁入式函数的 就是在把边缘计算跟SaaS放在一起 对吧 就是说 我有在边缘计算里面需要有Data Streaming Network 比如说在工厂里面 或者在汽车里面用的特别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需要在我的 Framework里面加入 用户定义的程序 就是用户要在我的 Framework里面能够扩展 能够就是说是其他自己的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 WebAssembly也是一个最好的 至少在我们看 在现有的解决方案里面 WebAssembly或者WaterMage 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五分钟时间 我们讲一下 WaterMage的快速入门 就是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怎么快速入门 WaterMage的Application 其实那很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Linux User的话 就用一行命令就可以安装 对吧 现在大家通用的话 都是这样 就是WGet或者Curl 你把这个Install Script 给download下来 然后用Batch去安装它 它就会把WaterMage的命令行工具 和它的就是如果你要用其他语言 来开发WaterMage的话 其他的他的SDK 都给装到你的 都给装到你的机器里面来 当然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你可以用开发版的Docker镜像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 你不想 就说很多情况下 我不想在自己的机器上乱弄东西 所以说 你要只是想试一试 也就可以直接用 我们已经准备好的 一个叫做Application Development Docker镜像 然后直接在它上面进行开发 所以说对于这两个来说 都是一行命令可以搞定的事 当然 装了之后 你就可以 开始运行一些简单的WebAsimulate的程序 这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在我们DockerImage里面 或者在我们Github里面 有一个ExampleRepository 你就可以运行比如说 来CloudWorld 然后来运行 这个CloudWorld 是一个所谓的 是一个有命方形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程序 是可以独立运行的 或者你也可以 这个WebAsimulate 没有一个入口 或者没有一个命方形可以直接运行 但是它里面有函数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你可以 就是 计算这个数列 从第10个开始算起 对吧 Fib数列 所以说 这是另外一种用法 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 运行JavaScript 你可以自己写JavaScript 或者看我们写的 Hello World JavaScript 其实就是把命令上的命令 给你反过来 然后还可以运行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 你可以用WebAsimulate 进行AI推理 这也就是 在你安装的时候 就已经装好了 因为它把TensorFlow装进去了 所以说 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说 我给你一个图片 然后 用TensorFlow的模型 去detect一下 这个图片里面是什么 在这里面 detect出来的图片里面 是热口 超大 所以说 所以用CII 你就马上可以 运行一些 就是说是 简单的程序 然后这些程序里面 每个程序都有tutorial 这些程序 每个里面都会告诉你 这个程序是怎么编译成WebAsimulate 它以前 要么是用JavaScript 要么是用Rust 用其他语言写的程序 这些程序是怎么被编译成WebAsimulate 然后在这儿可以被CII运行的 对吧 所以说 如果大家follow这个tutorial 大家可以花 三五分钟时间 就可以把它搞定 但是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 就可以去follow the link 然后看这些程序自己的source code 然后install他们的工具链 比如说你要用Rust 就是Rust 这套工具链 你要用CC++ 就是CC++ 这套工具链 然后写自己的程序 把它编译成WebAsimulate 然后用CII进行运行 所以这个是一条路 那第二条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说 我们在各大公用云里面 其实已经做了WebAsimulate 跟Software传数的集成 其实包括了像AWS 跟腾讯云上的公用云 也包括了像WebSell 跟Netlify 大家广泛使用的 叫做边缘计算云 然后还包括了像什么 就是Dapper上的framework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tutorial 那这样的tutorial 其实它就可以起到的作用 就是刚刚的CII的作用 就是说是你可以写一个WebAsimulate的程序 然后用WebAsimulate的工具 比如写个Rust的程序 然后用Rust对WebAsimulate的编辑器 把它编辑成WebAsimulate 然后直接用我们的template的项目 就可以把它上传到比如说腾讯云 然后在腾讯云上把它编成一个网络服务 已经执行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条快速去动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我想 如果我的出发点就是要用WebAsimulate 去做微服务的话 我其实并不想用 就是说是 就是 我其实并不想要用CLI 因为我最后不是这样用CLI 我最后是要放在服务器上 对吧 那用现有的Serverless framework 我们在这些框架上面 都有一个lump 所以大家可以来 就说是 选大家最喜欢的Cloud provider 然后 很快的启动这件事 对 当然 这个是 一个应用方法 更广泛的一个应用方法 是把WebAsimulate 可以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里面去 就比 就是我刚刚讲的SARS的一个lump 或者别人计算的一个lump 对吧 就是我写 我用Go写的一个程序 但这个程序呢 需要 但这个程序是个框架 就是说是它在实际应用中 需要这程序的用户或者客户 自己写一段代码 来对 比如说数据进行处理 或者什么这种 那大家也知道 在Go这个语言里面 做Go plugin这个事情 其实社区困惑了好几年 今天都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今天有解决方案了 但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呢 也只支持高版本的Go 所以说 如果你有个Go的程序 其实今天在Go里面写Plugin 最好的方法是用WebAsimulate 因为一旦用WebAsimulate的话 你的Go程序就能够 就写Plugin的人 可以用JavaScript 也可以用Rust 或者用TinyGo 对吧 就是可以用WebAsimulate支持的任何一种语言 然后通过Wasmage的Go API 把它嵌入到你的Go程序里面 所以你的Go程序里面 可以说 我在这里我要去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流出的Framework 那个YOMO 对吧 他收到了一个数据 他收到了一幅 摄像头来的画片 他要去识别这画片里面 是什么 他就要去call 这个用户自己提供的算法 或者用户自己提供的东西 这个用户可以用JavaScript 或者可以用Rust 去提供的算法 然后把它嵌入到YOMO 这个Framework里面 YOMO本身是用Go 所以说这个就比 我觉得比今天的 就是这个by far 是把第三方代码 切入到你的Go application里面 最好的做法 对吧 所以说 以此类推 用Rust写的程序 也可以用它来call 就是Rust 可以在websm里面运行 也可以用Rust 在外面包着websm里运行 对吧 所以说Rust 可以做websm里的host 也可以做它的guest C++++ C++一样的 用Node.js也可以 在Node.js里面 我们有一个plugin 可以在Node.js里面 直接起websmatch 这样的话 你就 就说是 你用JavaScript 这就造成了你用JavaScript 写的application 可以去call一个Rust function 对吧 就是而这个Rust function 可以是不受信任的 可以是 可以是你用户提供的 也可以是你自己写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应用场景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 就说是 因为这个是个技术软件 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它可能会有很多 应用场景 都说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会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 然后 就是 然后 开始把websmatch 在你自己的项目里面用起来 然后 告诉我们 我们还缺什么 然后 我们能够一起把 把这个CNCF的项目给做好 对 所以说 最后我就想 停在这个slide上面 就是 我们的Github项目在这儿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上面提issue 可以在上面 跟我们讨论 我们基本 我们的开发全部是open的 就是我们 我们的开发 我们现在 软件里面有什么bug roadmap有什么 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全部在Github上面 然后 如果在CNCF 大家用slack的话 可以在CNCF Slack里面 搜索websmatch 加入到我们的channel里面 或者我们有一个email group 在Google group里面 就是wasmatch at Google groups.com 所以大家也可以往上面 就是说 订阅 订阅我们的email 因为那上面也会有些讨论 但是 traffic不多 大概就是 比如说一周一个email 一周几个email 的这种水平 但是大部分的讨论 还是在 还是在Github里面 所以说 如果大家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给大家 好 我觉得我今天时间也到了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 听我讲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 希望在 Watom Edge的社区里面 能够见到大家 谢谢 拜拜